让孩子说出植物的不同之处 是一种有趣的学习方法 您可以帮他们指责两种动物 比如一朵花和一棵树 说这些都是植物 但是它们有什么不同 孩子可以说花是小的 树是大的 您可以说花茎是光滑的 树干是粗糙的 孩子可能说花是红色的 树是绿色的 这个活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 学习植物的不同特征 接下来 继续